据《苹果日报》报道,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半数以上的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九成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苹果日报》质疑,很多高官的博士文凭是贿赂得来的。 中共政治局现任委员中,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副总理李克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和国务委员刘延东都是在担任高官期间取得博士学位,外界曾质疑他们是如何工作读书两不误的,特别是习近平在担任福建、浙江省长期间如何攻读青花大学的博士,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刘延东如何攻读吉林大学的博士。 至于一些奢摊下台的博士高官,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前行长王毅,是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的博士。 深圳市前市长余佑君是广州中山大学博士,这些人的博士文凭引发质疑。 有146名情妇的江苏省建设厅前厅长徐奇耀在给儿子的信中,对官场高学历的见解,尤其令人感到讽刺,徐奇耀是这么写的, 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 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 2007年,学者王洪飞在自己博客中,对中国大陆的博士生和导师的质量提出质疑,他说,以美国三流大学的水平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 据了解,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人事部共同牵头,2007年9月底,启动的全国博士质量调查,近30万次的总报告已经基本定稿,预计在今年8月公布。 科学网发文评论说,这次由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自行组织、自行调查、自行申报的方式来完成的博士质量调查结果,不仅置信度不大,还误导公众。